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今早龍美村舉行法事 希望超渡亡雲 據報相關的村民近期完全睡不著 情況如何 我們一起去看看現場的情況 零邊商亦說說尖沙咀有藥房疑似收貴遊客16倍錢 越來越多這類新聞和各位一起了解 零邊商亦說說各大事故情況 特別多火警和各位一起說說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有關蔡天鳳瑞士岸 龍美村有村民受到困擾 說完全睡不著 今天進行法事超渡亡雲 報導的內文提到 譚仔創辦人28歲的媳婦蔡天鳳 慘遭前夫一家人殺害 肢解 攀氏 至今累計7人落網 凶案發生至今超過半個月 涉嫌為謀殺攀氏的現場大埔龍美村的村屋 雖然獲解封 但附近的村民人心惶惶 有村民甚至完全睡不著覺 要看醫生吃安眠藥 因為備受困擾向村長求助 大埔鄉市委員會為求死者安息 平復村民情緒令其心安理得 大埔鄉委會及村公所 在今日3月10日特別為蔡天鳳舉行超渡會 早上約10時 涉案村屋外擺有鮮花及擺放祭壇 多名道士進行打齋儀式 十幾條村的村長及代表約50人參與 龍美村原居民姓陳的村長表示 謀殺案曝光過後 接獲有村民求助 只有心理陰影 在大埔鄉委會協助下及七月鄉公所 龍美村村公所等 合辦這次法事大會 希望村民心安理得 死者能得以安息 主要開放給各村村民參與 儀式到今日下午6時才會結束 陳村長表示 有村民指心理不舒服 上星期紅十字會有心理專家來為村民進行心理輔導 就說希望村民心情好一點 如果村民情緒受困擾持續嚴重 紅十字會和社署的心理學家會繼續跟進 非原居民姓張的村長表示 有兩至三名村民心理陰影較嚴重向他求助 就說很難說 有些人會在心裏 可能不想說出來 希望做了法事過後 大家平復了 安樂過生活 他指有村民甚至表示完全睡不到覺 要看醫生 食安眠藥 豪妻慘 今天蔡天鋒的謀殺案當中 前夫礦港志 前大白礦港傑 前家翁礦球 都被控一項謀殺罪 而前家姑被控一項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罪 國人還押的案件在5月8日再順 以上是今早大報龍美村的最新狀況 據報村長連同各大組織舉行超渡大會 希望死者安息亦令村民稍為安心 當然這個法事亦有作用 希望村民能夠把一些壓力趕出來 據報有村民向村長求助完全睡不到覺 當然要真正使死者安息 事件要有水落石出的結局才可以 前夫一家喪心病狂 尤其當中抗球坐擁前警員的經驗 究竟會否幫助他在這宗案上輕判或脫罪 仍有待社會關注與監察 另外轉體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尖沙咀藥店、花旗心、筋便糧收了16倍錢 980元實收15000元 兩名店員斷正被捕 報導的內文提到 針對近日有藥店用不良的經營手法進行銷售 海關在昨天派出人員扮成旅客進行購買行動 發現尖沙咀有間藥房 有店員以誤導的手法推銷花旗心 當人員買一斤花旗心過後 店員迅速把花旗心切片 然後向人員表示 花旗心的價格單位以兩計算 而花旗心的價格由980元一斤 變成15680元一斤 是原價的16倍 行動當中有兩個店員斷正被捕 近期越來越多這類情況 尤其是針對遊客 去到藥房買一些藥材 這頭還沒說完 那頭馬上切片 切完片賣給你 當然有些價錢可能公道 但有些價錢可能是出股惑 好像這一單這樣就貴了16倍 另外亦講講各大事故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長髮女子在旺角後巷疑似縱火燒雜物 龍煙工賞大廈驚動住客報警 報導的內文提到 旺角發生縱火案 在今日3月10日凌晨約摩零時半 通賽街44日一個後巷起火 龍煙在工賞附近大廈 有住客大京查看 發現有可疑人事焚燒雜物 立即報警 消防港底將火救濕 現場留下燒焦的紫皮等雜物 經初步調查過後 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處理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正在追緝一名長髮 身穿牛仔布衣的女子歸案 火警當中無人受傷亦無需疏散 越來越多無緣無故的縱火案 當中有個長髮女子說 為何要在後巷燒雜物 龍煙亦供到住客令住客受驚 事件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亦說說另一宗火警 根據HK01報道 尖沙咀免勵勵刀大廈單位失火 家貓不幸死亡 男住客激動宋远 報導的留言提到 尖沙咀發生火警 接近10日凌晨零時 免勵刀大廈一個單位突然起火 多名住客發現火警立即報警 消防到場開後將火救息 同時疏散了約摩80多位住客到地面安全地方暫備 救護人員在起火單位裡沉默一隻隻貓 但已不幸身亡 單位裡兩名分別43歲姓王 41歲姓娘的男住客幸好沒有大礙 但姓娘的男子得色愛貓喪命過後 情緒激動需要宋遠自你 據了解 單位裡有一個電製起火 消防證調查起火原因 這段時間火警特別多 尤其家電器好像這個案中估計電製有問題 不知道是否短路起火引致這場火警 事件中貓不幸過身 結果姓娘的男子情緒激動要宋遠 另外亦講講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有一個內地網紅叫潮山亞秋 踩單車由中國 來到香港 在旺角遭到別人偷單車 他這樣說 走了32個省份 一直都很好地 估不到單車在香港出意外 報導的內文提到一個在抖音擁有超過100萬名粉絲的內地網紅 潮山亞秋 從2019年開始 踩單車遊歷中國 今天來到香港 但亞秋在3月9日上載片段指 單車在旺角被人偷走 並已就事件報警 說走到中國三年多 走那麼久都想不到單車最終會在香港出意外 潮山亞秋在日前在他的抖音帳號上載片段指自己來了香港五天 說當日早上醒來 發現鎖在旺角街頭的單車被人偷走 單車鎖被剪走 亞秋已經就事件報警及錄口公 說希望早日找回單車 在亞秋的帳號中可見 他來到香港過後 曾到訪迪士尼樂園 旺角 麗晶 賓館等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輛單車為何不見 是否被人偷走還是怎樣 仍然不知道 但鎖頭被剪走 看來對方相當熟手 現在報警 未知最終能否找回單車 謝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旺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蔡天鋒案 死者沉冤 微雪 所以社會各界都關注案情的發展 最新是大埔龍美村進行發事 希望村民安心 而各界目標如一 希望最終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證據指證行兇行惡的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